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涛的另外一套节目 涛哥看电影 这套节目实际是继承了我们原来的一套节目 叫做周末视频 当时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那套节目取消了 但是电影是我们现实人的文化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今的文化中 电影成为了一个人们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电影中却皆是人的生活 人性 理念 生命的认识 灵魂的存在 以及现实的观念的冲突 包罗万象 那涛哥看电影 我们是选才于在世界范围内 和中国人的圈落当中 我们公认的好电影 逐个的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就像很多朋友所希望 很喜欢听涛哥对人性 对境界 对灵魂 对生命的认知 这样的认知 它可以突破我们文化背景 家庭背景 地域背景 甚至语言背景 和受教育的背景 突破一切背景 寻找着我们真正回家的路 这就是 涛哥看电影当中的宗旨 所以如果你想 能够拿到这部分内容的话 你就到YouTube上 打上涛哥看电影 你就可以找到涛哥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看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5月20号了 那说实话 2015年 就快过去半年了 每一个朋友想一想 能不能接受这现实 我说的意思就是太快了 可不是一般的快 在Facebook上 一个朋友贴了个帖子 80后 北京人 他说他自己已经 身为他人之父了 是父亲了 成家了 有太太 有孩子 但是 我们的节目 对他的人生的观念的影响 太大 他整个改变了 这对事情的看法 所以为此来 来感谢 然后他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他说 他不敢说 他现在有多善 他说因为节目的理解 意识到 作为自己 应该一定要善 生命的角度 他说 同样 他也不敢说 别人有多恶 我觉得这话 说的相当的诚恳 他说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为什么这善恶同在 为什么善恶同在 为什么人 没得选择 不是善 就是恶 他觉得理解不了 那我个人觉得呢 这问题 其实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们多次阐述过 我曾经一再讲过 我说 人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这个生命的过程 给我们灵魂 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是对我们 每一个人的 悟性的考验 悟 一个树心 一个悟 我 对着自己的心 问自己 我是谁 这相当于 佛教里当中 说的 佛在心中 所以 守住善念的人 能够遏制自己 恶念的人 他的生命就会升华 到涅槃的彼岸 到天堂去 那样的时间的概念 跟这不一样 为非作歹的人 妄图占有一切的人 下到地狱去 那个时间概念 也不一样 所以人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是自我选择善与恶的过程 人绝不是一个 占有的过程 这是现实生活中 我能理解的 所以你意识到 自己身在选择当中 有着善恶冲突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体悟的过程 悟性的过程 我们强调的人性的概念 也在这个基点上 那提到这种人性的概念 在同一天 在邓小平的家乡 那几万人暴动 自由亚洲电台这么说 四川数万人游行抗议 铁路规划变更 造成了流血冲突 上百人被抓 四川广安 临水县数万民众 星期六星期日 连续两天抗议游行 那星期六晚上 与警方发生冲突 三辆警车被烧毁 上百人被抓 不少人呢 头破血流 伤情严重 到了周日晚上 官方仍然未对此事 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 因为高铁的路线的更改 造成了民众的抗议 广安 邓小平的家乡 而这样的冲突 这样的大冲突 在2012年 2013年 习近平 王岐山主政之后 相对减少了很多 但是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却骤然出现 我跟大家讲过 没有周永康的 周永康式的事件出现 没有政法委的 政法委事件的处理的方法出现 没有什么可讲 这样的事情的处理方法 这样的冲突 其实跟现在大的环境 大的天象是对应的 表面看起来 它是一个铁路更改 表面看起来 它跟中南海的 之间的冲突没有关系 但它实质是什么 实质的概念是什么 一个以国家为平台的政府 它一定是体系民间的概念 对吧 习近平吃包子吃臭豆腐 所有的行为 都是走入了民间正式的概念 这样几万人触及到 当地民间老百姓的利益的时候 那跟习近平吃包子吃臭豆腐的概念 是吻合的 但是共产党的体制不是 共产党的体制不需要民意 它是强奸民意的 对吧 需要民意 你得征求人家许可了 男孩子追女孩 你得让人征求人家许可 人家看上你了 人才跟你走了 对不对 那强盗是什么 说我看上他了 不行 这女孩太漂亮 强奸了 行为一致 方法一致 内在就是尊重与侮辱 BBC的另外一篇报道 广安临水县官方又指抗议事件为聚集闹事 广安临水县官方在不到24小时之内 就抗议事件连续发出了三份官方文件 除了通报和公开信之外 最初还发出了以四川省铁路建设办公室的名义的通告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的通告把民众的抗议示威形容为广安 达州地区群众高度关注 达于成绩铁路规划建设 体现了大家对铁路建设的热情和期待 最早的说法 是与老百姓沟通的说法 最新的说法 也就是刚刚拿出来的说法 说是老百姓故意捣蛋的说法 为什么在24小时之内 那中共官方地区官方的通告 出现了大相径庭的报道呢 这是中南海的打斗的结果 这是不同的地方部门 接受了不同的高官对他们的要求 上级领导 上级领导是谁不知道 说哪来的中南海 哪来的中组部 哪来的中宣部 谁中宣部 你敢问吗 你不敢问 因为他们不是人 你也不敢问 就会出现这种事情 反映出的什么概念 上面一团乱 中南海一团乱 就这么回事 与此同时 证明杂志 披露出一个内幕 这个内幕就可以应对我刚才说的一团乱的概念 中共中央密控官员辞职 文件下达到省部级 年初以来 中共内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 官员辞职 离职潮 进入高潮 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申请辞职者被报 自身存在问题 我觉得这话说最逗了 那一定是在中共相当级别的官员的 氛围当中 要求自查 或者被要求相互举报 而中共的官 谁信谁 谁爱谁 谁玩谁 谁整谁 谁吃了谁 谁毁了谁 那是生活 谁也不信谁的 但在这种大的氛围之下 只能跑 我早跟大家说过 会进的不如会退的吧 很多人有些朋友不知道石涛说什么道理 会退的早跑了 现在在跑 笨鸡又笨蛋 不如相和老太太 文章提到说 中共自1992年 邓小平南巡之后出现过四次离职辞职潮 这一次是来自于去年八月初 他说去年八月初以来 公职人员官员辞职 离职潮 进入高潮 八月初是什么日子 把周永康干了的日子 当把周永康一干了 当官就说完了 玩真的了 玩真的了 扯呼吧 这样的人 就是我说的 都不如那相和 农村老太太 最后你连个蛋都没有 文章讲到今年三月底 申请离职 辞职的公职人员高达175500多人 最引人注目的 司局级 这一级别的官员高达12000多人 这家司局级官员真够多的 提出辞职的 离职的12000多人 正司局级往上一走就是复不及了 好 往上一走就复不及了 那司局级官员 承上启下 实权是人物 我说句难听话 你给人家王岐山递眼药的 就这么查吧 谁离职 谁申请辞职离职 先查他 这是什么年代啊 我一直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大审判的年代 每一个人要超越于你现实的利益去思考 你过去曾 你过去曾经获得的利益 利用这个体制 就是你今天将被死去的证据 只有超越这样 只有重新恢复自己做人的尊严的时候 你才会换个角度去思考 对吧 你才会换个角度去思考 越有文化的人 自己认为啊 越有文化的人死得越惨 王立军 对吧 赵本善 他们一块的一张照片 你看最后 写字呢 毛笔字 小样嘛 你以为呢 画龙呢在那 好 自个儿画什么 都给自个儿画进去了 看起来都是文化人 死的就是这些傻奸傻奸 不信你就走着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